别的乞丐都只会在马路上要饭 而他却整天在研究怎么送死 不是被一箭穿心 就是吃包子吃到窒息而亡 这样他就能通过重生来变得更强 成为一名爵士高手高手高高手 原来当乔木穿越到这世界时 竟发现自己是一个乞丐 并且因为饿了十天身体太弱 最后被一只路过的肥猫活活踩死 但他的命运并未因此结束 反而获得了的长生不死系统 只要死的次数越多就会越强 更逆天的是 乔木还发现死前的躯体不仅还在 想通过这个方法来赚到第一桶金 然而这些简单的死法 居然全被判定为低等的FG 能增长的气力和技能点数少得可怜 钱也没能复制出多少 最重要的是这次系统发来提醒 说七天内复活次数只剩下一次 这时他才意识到复活居然还有次数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当复活次数用完后 不小心发生意外他就会真的归席 于是乔木打算利用好剩下的复活次数 从而让自己死的价值最大滑 恰巧这是一位大哥在卑微的讨债 他老母亲现在正等着这笔钱救命 可那欠钱的老赖却反将他打了一顿 之后还哼着小曲扬茶而去 然而这时乔木出现了 还称自己是帮人讨债的专业户 于是之后他来到老赖家 接着掏出一笔剑 老赖以为他是要逼自己还钱 便叫嚣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可怎料乔木却将剑抵住自己的咽喉 今天我不跟你要钱 不过之后我的鬼魂会找你了 说完不等老赖反应就被剑了一连心 而这次乔木的评价等级上升到了第几 时间来到七天后 老赖这几晚都做着被鬼讨债的噩梦 可今晚他的噩梦刚醒 竟发现死去的乞丐鬼魂真的来 最终乔木不复所望帮大哥要回了钱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 乔木总算找到系统的正确使用方法 于是每当有大狼要被喂咬 他都会抢过来帮别人喝掉 虽然他也因此死了一次 但也得到了大狼们的谢礼 就这样乔木靠着帮忙讨债和替人去死 不仅收获了穿越后的第一桶金 还因为复活多次身体变得越来越强 现在的他一拳打出可达五百斤距离 但同时他也发现了个新问题 靠住人为乐的评价最高也只能到第几 而且他的复活不会让自己变得年轻 这就意味着百年之后他一样会变成小老头 不过乔木也想好了新出路 因为这里是先武事件 大奸大恶之人比比皆是 如果要寻求高质量的死亡评价 那么肯定要跟那些先人舞者交手 所以他需要的就是修炼功法 有了功法不仅能让自己的寿命增长 还能靠高评价变得更强 然而正当乔木思考要去拿找功法时 家里却突然来了个蒙对眼的绝世美人 乔木一见到他的装扮 立马想起了永结插间的宁插叶 就不知美女是不是姓宁 然而美女却说自己叫乔雪 半年前和阳乔家被五级毁灭了满门 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 当他听说这里有个讨债王室 便寻上门来希望乔木能给自己报仇 而作为交换乔雪院传授他乔家的长生权 只要将其修炼到圆满 就能达到老而不衰的境界 于是之后乔木便根据乔雪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正屠户的猪肉摊前 卫卫老板 你这肉摊上的瓜宝熟吗 穿越后他发现自己成了乞丐 不过为了能和仙女姐姐玩贴贴 他竟敢孤身干挑嗜血大屠夫 甚至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他的猪肉抹了阿三神油 大家吃起来才会那么有劲 连放个屁都是咖喱味 脉肉三十年的屠夫哪受过这样的气 举起肉刀就向乔木砍去 乔木见状也不装了 直接表明他是替乔家满门前来复仇 今日定要取正屠夫狗命 说完还打出了第八套广播体操 但怎料乔木实在太不耐看 直接一刀就被送去了西天 而正屠夫得知是乔家人来报仇后 连忙抢了辆脚踏车就跑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死掉的乔木竟然又复活了 并且这次死在正屠夫这炼家子手里 他的死亡评价直接上升到C级 就连刚学会的入门级长生拳 都被刷满熟练度 这时乔木发现技能点被扣了五点 他立刻明白是技能点提升的功法熟练度 于是他准备将剩下的二十点全部加上 可系统却提醒当前死亡评价未达标 在此之前只能被系统随机分配点数 因此乔木便把心思放在送死上 既然这次的评价能达到C级 那么何不多刷几次经验 没多久后正屠夫逃到一间破庙 打算写迷信上报五级会乔家还有活口 可还没等他放出信鸽 一个跟乔木一模一样的人竟追了过来 还说他乃乔木的哥哥乔靖 此番定要正屠夫血债血偿 说吧运起长生拳就冲了上去 正屠夫见撞连忙挥刀抵挡 但乔靖硬是用一只手捏住刀锋硬抗伤害 便凭正屠夫如何拔刀都不为所动 他的另一只手已经发起攻击 面对这不要命的打法正屠夫顿时慌了 不过乔靖只是比那乔木强一点 还不完全是正屠夫的对手 于是五分钟后 正屠夫拼着受伤成功将乔靖解决 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一点 恐怕乔家还有其他的漏网之云 果然正屠夫意念刚起 又杀来了的乔靖的哥哥 而这次的对手居然已经能跟他打成平手 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赢了 八蛋 这乔家到底有几个兄弟啊 而乔木复活了四次后也发现 红一个人刷太多次奖励就会降低 虽然七天内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 但他长生拳已经达到熟练级 完全能够打得过正屠夫 但不计被杀等七天后再战也行 主要是他想早点完成任务找学姐贴贴 此时的正屠夫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应该应该没有哥哥了吧 然而正屠夫话音刚落 乔家又来了个更强的哥哥 而这次他已经无法再战 直接被乔木一拳就送去了西天 看着正屠夫留下的秘信 乔木已经确定他参与了乔家的灭门案 并且除了刚刚写的秘信外 还有另一封写满蝌蚪的案行 于是他决定带回去给乔雪看看 乔木便开门便告诉乔雪自己回来了 可正屠接近的乔雪突然发现哪里不对 接着又连忙跳到一边 你是谁 你的声音根本不是乔木 原来复活了五次的乔木气血和修为暴涨 就连声音也变得成熟了 乔木见状连忙解释自己天赋异比 还有男人在变声期都会这样 于是乔雪便靠近乔木仔细闻了闻 嗯 果然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乔木顿时露出一脸开心的表情 贴贴真的好幸福 不过乔雪还是警告着乔木别想骗自己 因为她的双眼最近在蠢蠢欲动 很可能是天眼将胎的征兆 乔木听闻只觉得她在瞎扯 什么天眼我还写轮眼呢 随后乔木拿出她带回的密信 让乔雪赶紧传她长生拳的第二张 乔雪却让她不要耗高骛远 还是打熬好第一张的气血增长力气再说 乔木见状连忙露出强壮的肌肉 我感觉在练力这个阶段我已经无敌了 不信学姐你检查检查 乔雪听完让乔木将手递给自己 想摸摸她的根骨看看她是不是吹牛 然而这一摸乔雪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硬 你刚刚到底让我摸了什么 为了给仙女姐姐证明自己够强 她竟然拿出身体上最硬的地方 然而触碰到乔木后 姐姐却仿佛全身如遭雷击 你给我摸的硬帮帮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感受到姐姐可能误会了 乔木连忙解释那是手臂 所以希望乔雪能传授自己长生拳后续功法 而这是乔雪才意识到 乔木不过练了一个月长生拳 就能达到如此境界 难道她真的是练武奇才吗 于是乔雪再次摸了摸确认一遍 嗯 确实很硬 不过乔雪却告诉她 虽然她现在的身体够强 但郑屠夫双拳挥出足足有几百精力 等她日后练力完成杀了郑屠夫 到时再教她长生拳后续 可怎料乔木却说那郑屠夫根本不行 自己早就把她送去了西田 还从她身上搜出了两封秘性 只不过其中一封是蝌蚪看不懂 果然话音刚落乔雪顿时吓得不轻 要知道郑屠夫可是号称金刚大八笔的存在 不过乔雪听见有蝌蚪秘性 便知道那是五级会内部沟通的暗影 看来乔木是真的将她解决了 于是乔雪便如约传授了她长生拳后续恐惧 可这对于拥有系统的乔木来说 却发现练功半天还没找死复活提升的款 于是他决定还是靠挑战恶人来找死变强 接着乔木按照乔雪给的蝌蚪字典 把那封秘性翻译了出来 没想到那里面是五级会刺杀行动的消息 而目标竟是大炎皇帝 得知这消息后乔雪顿时吓了一跳 据乔雪所了解 五级会的圣人号称当是第二武道至尊 因此五圣人凭借一身强悍的修为 覆灭了诸多门派将其秘籍据为己有 从而供五级会成员随意翻阅来提升实力 因此乔家才被灭了满门 却没想到大炎帝国都是他们的目标 之前乔雪将长生拳传给乔木 也不过是指望着他能剪除其余意 好让乔雪自己亲手去杀了五圣人 而当乔木了解这一切后 便提议自己想到了个很好的计划 由他设法混入五级会内部 从而参与五级会刺杀皇帝的行动 到时再设法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样朝廷与五级会必然不死不休 乔家大仇不就能早日得报了吗 虽然乔雪听了这个计划后非常反对 毕竟这是死无生的办法 但能复活的乔木可没想那么多 他只知道作为刺杀皇帝而死 那样系统评价肯定会很高 到时不仅能获得系统的诸多奖励 甚至作为五级会成员 还能随意翻阅所有顶级功法 那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逆袭之路吗 完美 果然是个完美的计划 不过为了乔雪能支持自己实行计划 乔木告诉他这是目前能复仇的唯一办法 随后摆出个遮理遮气的表情 说为了学姐这么美的人赴死 身为大丈夫又有何惧 殊不知当乔木说完这番话后 乔雪还特地对他闻了闻 在确定了乔木没有说谎的味道 甚至更多的是激动兴奋的情绪后 他居然当场就沦陷了 难道乔木和不为死就为了缠我的身份 于是乔雪娇羞着自己脑补了大半天 不过嘴上他也不好明说 只是问乔木既然要做这么大的牺牲 有没有什么需要自己为他做的 而乔木闻言突然故作沉思 随后缓缓说还真有件事只有乔雪能做 接着乔木伸手指向了他 嘿嘿 暂时保密 乔雪仿佛感受到了乔木的动作 突然下意识吞了吞口水 就不知自己心里想了是不是和乔木说的一样 他是城主家的大少爷 也是无数少女都想吊到的金龟血 可就是这么风流倜傥了他 却偏偏只喜欢男人 而且在今天 他本想跟隔壁城的少主一样 到街上欺负欺负小老百姓 可突然出现的一对道理深深吸引住了他 于是他便让手下将那边的美人捉来 两人感受到了对方的恶意 准备殊死抵抗也绝不让其得逞 可这时大少爷却派出养了两年半的精兵强将 男的捉回去关进自己房间 至于女的就好好将其教训一顿 然而正脑补晚上怎么玩的大少爷并不知道 他早就被房顶的一道黑影盯上 于是当手下们正专心对付那两人之时 他所在的地点却突然发生爆炸 当手下们看清场中情况时 却发现大少爷已经被挟持了 从没练过舞的大少爷不是敌手 连忙搬出自家爹是燕城城主的身份 并且他爹马上要从这里路过让对方赶紧跑 他就喜欢玩跑掉又抓回来的那种 殊不知乔木听见城主要来后 心中突然一袭有了个新计划 原本乔残雪告诉他燕城城主 其实是五级会成员时 他就打算到燕城大闹一番 先假装建议勇为干掉城主的儿子 然后肯定就会被那群家丁杀掉 不过现在既然城主要来 那何不直接让城主亲自干掉自己 这样系统的评价肯定会很高 而当乔木刚出现这想法时 系统居然自动解锁了预估死亡评价的功能 并且被城主干掉的评价 居然上升到了C加级 开心的乔木连忙杀了大少爷两个臂冬 好我是不会跑的 赶紧让你爹来干掉我 随后又转身让那些手下们快点叫来城主 不然现在就干掉他们的少爷 此时大少爷见搬出老爹还被打突然损了 连忙求着乔木放了自己 事后他要什么都可以 可乔木回答他的又是两个大臂冬 谁叫你服输的 赶紧叫你爹过来 也就是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来人正是艳成城主郭延 见自己儿子在那卑微求饶丢尽了脸面 郭延立马大吼一声住嘴跳下战马 同时一道强横的无形威压席相场中 大少爷的打手们根本撑不住立刻跪倒在地 但令郭延意外的是 抓住他儿子的家伙明明都没练出内景 却依然能屹立不倒甚至还能开口说话 于是郭延一改冰冷的神色收回威压 温声柔语的让乔木不要冲动 自己确实对儿子管教无方希望乔木高抬贵手 随后又转身向那对盗旅道了个歉 还称自己认识他们明月宗的宗主 白日订当送上银两赔礼道歉 而两人见城主如此自己也没真辈子呢 于是也接受了对方的和解 乔木见这情况顿时慌了 和解毛啊和解 这还怎么让城主干掉自己 不过乔木却在这时突然大吼一声 那两人你倒是赔点钱就过去了 可被你儿子鞭打的百姓又该当如何 所以我建议就用你儿子的命来赔吧 郭延见乔木这家伙不吃软的轻轻叹了口气 乔木当场就束缚住 虽然身体上传来的痛感有点难以接受 但乔木知道自己的第一次C家评价稳了 为了让城主赶紧杀掉自己 乔木连忙解释着自己是无依无靠的无名小子 城主大人但杀无妨绝不要有顾余 然而让乔木意外的是 郭延居然要将他给放了 还夸他胆色过人是个人才 甚至邀请乔木加入燕城守军卫博笑 搞得乔木根本不知道拿错了哪部剧 就在他愣神之时 郭延已经带着自家儿子离开 临走还不忘叮嘱他随时可以去城主府报道 只留下蒙蔽的乔木在风中凌乱 不过乔木却发现郭延都走了 但他的预估评价居然还停留在C家 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了掌声 那对道理也纷纷对乔木发起感谢 这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拥有了健义勇为的名声 所以他以现在的身份做死依然能获得高评价 而郭延吃了亏都要邀请自己加入燕城守军 讲来里面多半是有诈 因此这城主府自己还真去定了 传说世上有一种神奇的功法 只要练成就能让自己的想象无敌 于是第一天参军的新兵弹子 当场就练起了铁当弓 而就在昨天 乔木不过是揍了邵城主一顿 没想到城主就邀请他去参军 但他明知有诈还是决定要去 乔残雪知道自己劝不住他 只好给了他一本保命功法 其名为天魔解体大法 发动后能以自损经脉为代价爆发身体前脑 只不过乔残雪并不希望他拼命 而是希望他能有机会活下去 殊不知乔木这一曲正是为了作死 没多久后乔木便顺利进入军营 本着自古强兵幸运一的原则 乔木给自己挑了赶长枪作为武器 城主那家伙也还算作数 直接给了乔木一个百副长的职位 要知道只有九品内劲武者才能做百副长 而内劲都没练出的乔木却走了后面 因此一些手下根本不看好他 但也不乏一些人愿意讨好乔木 当老黄听说他想求购一些功法后 便主动请英说自己倒是有一门硬弓 恰巧现在乔木还没练出内劲 正想着有一门硬弓护身还算不错 一旁老杀健壮却偷笑着调侃了起 头不妨先问问老黄硬弓是什么再说吧 一听这话乔木也来了兴趣 是啊那硬弓是什么 只见老黄意味伸长咧嘴一笑 说那弓法名为铁当弓 练成后可是小巷不具刀枪 乔木文言瞬间像剪刀了宝似的 我靠好东西啊这是 于是他决定不管什么价值弓法都要 但怎料老黄并不打算收钱 原来昨天老黄怀孕的媳妇被绍成主鞭打 最后虽然人没事但孩子却没了 后来乔木打了绍成主一顿也算为他报仇了 所以这功法就当是孝敬乔木的 也就是在这时 手下来报说校尉有事找乔木 而当他来到营帐后却得知 城外东山出现了个山贼王颂口 他极其猖狂根本没把燕城守军放在眼里 大到劫持观影小到偷鸡摸狗无恶不作 仅半年就犯下了几百气案子 甚至还听说他掳走了不少良家妇女 那些女子运气好的还能被放回来 运气不好的就直接死在了山寨里 说罢校尉还鼻涕眼泪的可吸起那些女子 不过这时的乔木盈盈已经猜到什么 当下便怒斥着那些山贼必须得救命 势必要还燕城百姓安全的生活环境 而校尉见达到了目的 便称继日守军打算分出一支千人队伍剿匪 早就听闻乔柏副长勇猛过人 那么不如就让乔木的部队作为先锋 果然一听这话乔木连忙抱拳 末将领命 此番势必要将贼人们一网打尽 然而出了仗营后乔木却暗自冷笑 千人队有十位百夫长 其他九位全是九品屋者 校尉却编了个勇猛过人的名头 让自己当先锋 看来城主是已经按捺不住了 这找的理由也太别角了 不过这恰好给了乔木送死的机会 于是五天后乔木便来到城外东山 而他的百人队则担起了探路的重担 路上老黄飞要挤在前面带路 说这一代他熟悉得很 但乔木却让他躲在自己身后 毕竟好不容易出来送死 可不能又被其他人搅黄了 没多久后他们来到一片草林 这时天空中突然飞来无数剑雨 乔木剑壮立马把老黄劈到一边 自己则向那些剑雨冲了上去 随后使出了招无敌龙卷风 想用长枪旋转的抵挡那些剑士 可事实却是他被扎了好多个窟窿 果然 果然电视剧里的招数是骗人的 这时草丛里已经跳出一群汉匪 面对突然的袭击大家都没反应过 可急着送死的乔木却立马冲了上去 并且几个七进七出就杀的对方节节败退 大家都没想到这新来的百夫长居然这么弄 甚至连乔木也没意识到 自己不过受了点小伤汉匪就逃了 之后乔木打算继续向山贼老巢卖进 却发现前方必须经过一片山谷 那地方一手难攻绝对是送死的好地方 而得知这个山谷目前还没名字后 乔木便在大树上写了个极力的名字 落木骨 而这时队伍后方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回头一看竟是校尉跟了上来 还呵斥着让他们赶紧进去探路 其实校尉明白傻子都知道山谷里有埋伏 所以乔木或许会抗命 但这正好让他有理由杀了乔木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乔木竟然领命 并且还给校尉说了声谢谢 听我说谢谢你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等我成功丧命归来之日 就是送好兄弟你上路之时 将要兵死兵不得不死 更何况这个兵 居然是微笑着去送死的兵 而就在刚刚 校尉明知道前方埋伏有敌人 却偏要乔木带着百人小队去送死 但意外的是乔木居然答应了 果然他们才刚入商 四面八方就已经杀来上千汉口 乔木见状立马命令手下们赶紧撤离 都给我走 这是命令 而他自己则独自杀向了敌人 看着老大去断后他们却无能为力 士兵们顿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这时 当退到谷口的老黄和老沙却发现 校尉又不知何时来到了崖底 所有人不得擅退 为令者斩 与此同时乔木也猜到了校尉的目的 过去这次自己不死 那么麾下百人就得跟着陪葬 而老黄等人见状也准备再次折返 就算是死 他们也希望能跟老大一起死 但怎料乔木却在这时出言制止 你们若是赶过来 老子立刻自行了断 说把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敌方阵营 你们不能做的事 我来做 你们不敢说的话 我来说 你们不能死的命 也就是这时乔木已经被上千人为击 想再逃出去已经不可能 要死 我先死 刹那间 山贼们犹如被砍瓜切菜般鸡飞 虽然乔木身体上也已经负伤不少 但也震慑住了不少敌人 甚至他还时不时挑衅着让对方一起上 而在不断的冲杀中 乔木以不要命的打法越战越语 同时他也感觉到了有一股力量要破铁而出 直到最后身体里出现了内紫 于是乔木立刻发动天魔解体大法 此刻的他已经战力翻倍 但事后也会因为筋脉俱损自断后悟 可现在的他哪会管这些 与此同时 雅顶的笑位也发现了异样 他也没料到乔木居然会在战斗中练出内紧 但对方可是一千人 此战乔木必死 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面对千人危机乔木不紧不慌 反而时不时发出一声声冷笑 此刻的他只想杀尽所有敌人 扫平一切自己看不惯的东西 即使负伤再多只要还能再战 那他就会一无反顾地杀下去 最终上千汉匪全部被乔木斩于枪下 站在尸山血海中的他是那么的孤独而决绝 而此刻的他虽然已经气息全无 但却一直未曾倒下 甚至嘴角都还挂着那一丝邪笑 笑位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 于是大鹤一声乔先锋一搏云天 接着带领部下们冲杀进了山谷 但此刻的谷里哪还有什么敌人 只剩下乔木孤独的毅力在尸山之上 于是笑位便称此次围剿结束 命令部队立刻回城 老黄剑状哪能接受 连忙反驳说这些只是山贼的马前祖 难道不去捣毁他们的老巢吗 然而笑位却称山贼势众不可冒净 不遵从军令者立刻斩 一听这话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或许这次剿匪就是一场设计 不过他们却无能为力 只好将乔木的躯体带回军营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乔木已经在山顶复活 并且还长了些许落腮活 而这次送死的评价居然达到了B级 所有以学功法都得到了技能点数的分配 这就相当于每一门功法 他都单独修炼了三十年 现在的他即使面对笑位那样超越九品的武者 相信都能轻松碾压 于是乔木立马对着前身刺出一枪 然那枪间又恰好寸止于蚂蚁的背部 检验了下高质量作死带来的实力后 乔木感觉到非常满意 至于接下来 就该去好好谢谢那位让自己送死的好兄弟了 笑位让手下战死沙场 自己却顶替了他的军功 甚至还准备好好慰问一下 他那美艳动人的姐姐 却不料下一秒 无恙居然跟死去的乔木一模一样 不过他的疑问已经永远得不到答案 而笑位的死让整个队伍顿时大乱 不过老黄和老沙刚刚也看见了山顶的人影 于是为了再确认一遍 他们还是查看了乔木的躯体 确认乔木是真死了后两人才决定 不管那人影像谁 所幸就将他当作山贼辩识 而此刻的乔木正被自己的机制折服 当当他就是故意露了个脸 好让士兵们回去禀报自己叛变 这样他就能被城防军再杀一次 可怎料这事老黄却突然开始大喊 说是山贼杀回来了让大家快跑 于是所有人立马夹着马尾巴就逃 然而刚刚乔木因为开启了天魔解体大法 才能以废掉手臂的代价秒杀效尾 可现在他却死不了了 不过好在经过老黄内海 没想到山贼还真的来了 于是乔木立马装作要反抗的样子 甚至还告诉山贼们自己已经半惨 要杀就趁早不然夜长梦多 殊不知一想起乔木刚才力展千军的场面 山贼们直接一个马拉松就逃了 而乔木却立马追了上去 称自己刚刚可是杀了他们千人 难道以山贼的脾气就不该报个仇吗 可山贼们刚刚就见到乔木一枪秒笑 现在更是以鬼魅般的速度追来 他们哪敢与之一战只能逃得更加迈力 没多久后几人终于逃到大部队集结地 而那其中领头的正是山贼王宋和 山贼们见状连忙呼喊着老大救命 然而一听这话的乔木却更欢了 毕竟被山贼小兵击杀只能达到B级平家 现在遇到了山贼王或许能直接晋升给吉 于是乔木连忙大喝一声 宋和小子可敢与我一战 宋和见状突然迈步踏出 乔木本以为他这是要出手了 毕竟刚刚自己可是杀了他们千人 但怎料宋和却只是对着乔木呵呵一笑 接着居然给他行了一礼 倒得乔木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先礼后兵是吧 老子最恨的就是墨迹 然而这时宋和却突然可起了血 说自己根本就不擅长打架 这不因为他的太猛都震伤内脏了 而这时刚逃回的山贼连忙向宋和禀报 说乔木杀了承防军的校尾 这让宋和立马对乔木来了兴趣 不断夸着乔木是条好汉 甚至还邀请他加入山贼的大家庭 此后一起在乱世中共举大事岂不妙哉 可乔木哪需要谋大事他只想送死 于是询问宋和就不怕自己杀了他们 然而宋和闻言却淡淡一笑 这世道不就是你杀我我杀你吗 哪有什么对错可言 淘亭中人野心勃勃百姓流离失损 饥荒闹得不少人选择落草为口 无数人被那无形大山压的脊梁禁断 随后宋和缓缓拔出长剑 说自己愿做那破开大山的贼人 就不知乔木愿不愿不为百姓谋一条活路 当然乔木若是愿意到山寨中看本 就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没多久后两人来到所谓的山寨 乔木却发现这里竟是个其乐融融的村庄 甚至里面还生活着老人和小孩 随后宋和告诉他 燕城看似繁华不过是表象而已 大言皇帝又只不讨好仙人 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不过说到仙人 综合发现乔木使用的功法应当与仙人有关 而正好他们这里供奉着一尊仙人雕像 想让乔木过去看看 不过可笑的是 仙人广大信徒掠取众生愿力 却从未保佑凡人 反而将其视为畜生 若有不从之心随时会被其诛杀 但很多凡人依然愿被奴役还不自知 然而当乔木见到那雕像的第一眼 讲到的竟是系统若是对上仙人 不知道能玩到何种高级评价 想到这他一个闪身就冲了上去 我等身外自由谁敢高高再上 今日我就捶爆你的雕像 你可得真要一道围劈死我呀